好的大家能听到语音的话 打个123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 今天我们简单的来讲一下 就是一起来写一下 劫持注入过保护的一个代理 那么之前的这个框架 我们就可以把里边的相应的那些代码 进行一个简单的移植一下 在这里呢我们重新创建一个项目 重新把框架给搭建一下 之前呢当然我们也写了一个 也有写这个相应的代码 之前呢我们是介入其他工具来注入 看一下 这是之前的一个代码 今天的代码的话 我们重新把它 重新建一个目录 然后在里边呢我们复制一个 把这个解决方案的 这个文件呢给拷贝过来 好这样呢我们同时把里边的所有项目给移除掉 它本来就是一个空的项目这个时候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整个目录的结构的话 下面都是空的什么都没有相当于 那么现在呢我们首先呢创建一个用于劫持的动态链接库 劫持的话啊以前的课程里边也有讲的啊 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不详细的详细的去讲这个结构的原理了 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 我们要结构哪一个动态链接库 我们来选一个 选一个用于结构的动态链接库 这个是我们之前 在之前呢我写的一个测试的例子 那么这是结构之后的一个效果 结构之后的一个效果 我们用工具来看一下 我们是结构的哪一个动态链接库 那么关于结构的看链的话 大家可以自行到百度里面去扩扩一下 那么结构来简单的说呢 也就是伪造一个同名的同样接口的一个动态链接库 给游戏了让它来调用 看一下这个好像没有附加成功 重新附加一下 我们重新启动一下游戏 把之前的这个账号的登录 退出一下 入录 入录 我们找到游戏所在的进程 附加一下 附加之后我们切换到符号 也就是模块这一例 理论上来说 这里边的任意一个动态链接库 一个模块 都可以是我们劫持尾槽的一个对象 那么劫持的概念的话 大家可以自己百度上找一下 那么它的原理也就是什么 也就是尾槽一个 比如说我们今天这节课 要选中的这个动态链接库 是系统步入下面的这个动态链接库 当然之前我已经写了代码 做过测试了 就是说发现 劫持注入这种方式 能够用于这一个游戏的过保 或的一个测试 那么这里你看有两个同名的动态链接库 有两个同名的动态链接库 那么这两个同名的动态链接库的话 它是能够注入的 但是现在的话 好像它注入一段时间之后 它好像会退出 这个是否被检测到了 我们需要更多的测试才知道 那么我们要 这个是我们自己的那个劫持的动态链接库 具体是不是 它的原因呢 我们还需要单独的测试一下 是调试器的原因呢 还是我们写的这个劫持的动态链接库的原因 我们再重新启动测试一下 我看一下 现在这个动态链接库有没有加上 它已经加载了 那么我们要伪造它的话 一个是呢 就是名字要与它相同 那么另外一个呢 我们要让它优先加载的话 需要把这个动态链接库呢 放到游戏主模块 所在的这个目录 也就是游戏那个exe文件 所在的目录下边 那么它是最优先加载的 因为动态链接库的加载规则的话 它是在当前的目录下 如果是找不到的话 它就会自动的去搜索我们的系统路径 所以说如果我们 自己 伪造的这个动态链接库 如果是放在当前目录下的话 那么它是最优先的加载的 那么同时呢 这两个动态链接库可以看一下 它一共呢 套出了 这后边呢 是它套出的这个函数 后边是它套出的函数 然后这个套出的函数的话 我们看一下 后边还有一些什么 后边没有 解码这里没有 那么这前边的话 它有一个符号 正常的呢 它还有一个序号 但是这里呢 虽然说看不到 因为那个序号呢 一般没有怎么用 那么我们 这是系统步路下边的 这个动态链接库 我们可以看到 两个动态链接库的话 它的套出的话 基本上是一样的 这两个动态链接库 从它的套出的这个名字来看 它都是一样的 我们重新来看一下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系统步路下边的 这一个 这个好像点一下 它没有切换 这样我们重新退出来 再重新进一遍 这是启动器档 要求是启动器档中启动 我们单独启动是没有效的 我们再重新启动一下 这个游戏启动了 它需要一个过程 我们先在这个地方 跟它伪造一个动态链接库 取这个名字了 我们在这里选的话 可以选MFC的动态链接库 当然最好的是选我们 这个温32的动态链接库 这个是用来劫持的动态链接库 到时候我们测试一下 今天我只是简单的测试了一下 它能够注入 但是不知道这种方式是否稳定 是否稳定 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做这个测试才知道 那么写好之后 这一个动态链接库 我们需要与刚才的游戏里边的 那个动态链接库 就是有相同的动态链接库的名字 以及套出函数 也要是相同的才可以 它这个比较麻烦 就是我们需要退出之后 重新的启动一下 我们继续写我们的弹幕 那么在这里64位的话 我们在项目里面也要选X64 选X64 然后64位我们一般用来做节词的话 需要用到汇编来做这个节词的一个跳准 是比较好的实现的一个方式 那么我们要使用64位的汇编的话 在这里我们需要设置一下 在这个项目上 项目里面 里面有一个MASM这个红汇编 这一项我们需要把它给选中 那么这样它才支持一个64位汇编的 一个编影生成 然后我们在这里添加一个64位的汇编文件 这个名字可以随便取 取任意名字都是可以的 关键是它的一个属性里面的一个设置 正常情况下呢我们会以ASM 以这个后编名 来命名 那么同时呢这个属性 这个时候它会自动设置 如果是这个后编名的话 它这个项类性里面呢 会自动的设置为 微软的这个红汇编 那么如果你是其他的 这个后编名的话 这个项类性需要你自己 下拉列表里面 自己设置一下 那么设置之后呢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写汇编代码 当然这个汇编代码的话 我们不可能说一行一行的写 那么到了现阶段的话 我们已经有很多积累了很多的基础知识 在这里呢 我们直接把准备好的这个汇编代码 复制粘贴进去 它的格式前面是DLQ的开头 那么后边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汇编代码 那么这里边呢 它还包含了一个就是引用的全局变量 那么在前边 那么这个extend后边 跟着这个变量名的话 它是一个全局的一个变量 需要在另外的cpp单元里边来配合完成 所以我们在原代码这里呢 需要另外的添加一个文件 好 然后在这边呢 我们包含看有没有预编一头 有预编一头的话 我们就包含一下 包含了之后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把后边的代码 复制粘贴进去 这是第二部分的代码 那么第二部分的代码的话 它就包含了全局变量的一个初始化 这一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这个代码 我们做一下相关的一个说明 那么这个说明的话 那么首先呢 是前边的这个全局变量的这一部分 当然这里的话我们需要初始掉 不然的话它不正确的 那么首先这是一个全局变量的一个定义 那么这些定义呢 它主要是前边的这个初始化是可以没有的 因为在后边这里 专门有一个初始化的函数 在后边呢 我们对这些全局变量进行了初始化 那么这里的话 它是获取原有的系统目录下边的那个原版的 同名的接口 函数的地址 那么获取了之后呢 我们自己伪造的这一个动态连接库呢 它会通过我们的汇编代码 跳转到这个同名的 就是原版的函数上去执行 这样呢 让它保留一个原有的功能 那么后边这些所有同名的函数 它就是都是一个jumper 跳转 跳转到哪里呢 跳转到我们这里的全局变量里边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里的同名的函数 我们是怎么来获取它的地址的 那么首先呢 我们获取系统目录 那么这里的系统目录呢 就是指的我们 通常情况下 就是指的我们Windows的安装目录 当然你如果是安装在地盘的 这里就是底盘是吧 你是安装在哪一个目录下边 这里就是哪一个目录 当然在我的电脑上 它就是C版Windows Steam32这个目录 64位的是这个目录 36位的是下边这个 Steam WW WW64的这个是36位的目录 那么获取路径之后呢 然后把这个名字呢 给拼接到后边 这样呢 我们就得到完整的系统部落下边的 一个路径 比如说啊 我们当前的这个环境 它拼接之后 这个字符刷 大概就成这样的 一个路径就生成了 那么这个目录呢 就是我们 就原版正版的 那个东台链接库的路径 而我们这个呢 到时候 我们自己 伪造的这个东台链接库呢 会放到有限部落下边 来达到一个 就是劫持注入的一个目的 这样的一个跳转 然后我们先编译生成一下 看还少 少一些什么东西啊 那么目前的话 编译它是能够通过的 但是呢 实际上我们还差一些东西 看一下 那么这个初始化 我们需要呢 放到这个头文件 就放到预编译头里边 放到预编译头里边之后 然后呢 我们需要在这个 Dellman 在这个地方 让它初始化 初始化 也就是什么呢 把那些全局变量 进行初始化 并且如果你不进行 这个初始化 是会出问题的 那么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那么到时候 我们这些套数的函数 它跳转过去到时候 这个纸子呢 就会是一个空纸针 如果没有经过这一步 初始化的话 而我们初始化之后 那么这些呢 同名的这个纸子呢 它就会指向系统部落下的 那个原版的 正版的 同名的接口 当然光是这一步的话 还不行 我们还要把这个什么呢 还要把这个 套出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还要新建一个项 那么新建一个项 我们看一下 选一下模块 定义文件 这个是用来套出的 模块 定义文件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要把所有的这个 同名的函数来进行套出 只有套出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 批文件的套出表那边 才有这些符号 那么别人调用我们的时候呢 它才能够定位到 当然这个 这部分代码 我看一下 这里边也没有 这一部分代码 好像是没有准备的 没有准备的话 我们自己再来取一下 再到模块里边来 看一下 这个文件有没有加载 还没有加载 那么我先跑一下 nf- 让它跑 跑一会儿 这是64位的 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其他的64位的程序 一般 它也会加在这个 这个动态连接库 我们跑起来 f9 跑起来看一下 这里 那么我们可以从它的 这个套出的符号这里 可以取得它的序号 以及这个函数名 我们在这里呢 把它给拷贝出来 把整个表格了 给拷贝出来 后边的这些 它是套入的 跟我们的关系 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要尾操的是 套出的那一部分 就是前边的 这个套出的这一部分 而这个呢 它对应的是那个什么 对应的是那个 Dellman 那个入口点 实际上这个呢 它是不用套出的 它会这个 也就是它会自动套出 这个比较特殊 我们不用管它 所以我们要处理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前边 前边这17个 17个函数 我们需要套出一下就行 但是这17个函数呢 我们已经在汇编里面 已经写了同名的函数 已经通过汇编代码 写了同名的函数 所以我们直接 在它的 毛块定义文件里面 给套出一下就行 可以了 然后我们编译生成一下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生成的 当然你还可以 多套出一点是吧 比如说 你可以给它 多套出一点 这样可以方便的 区分我们的这个函数 你还可以 跟它多写几个函数 这也是可以的 是吧 写一个空函数 好 套出 那么套出之后 套出之后呢 我们加载看一下 这个生成的 文件在什么地方 s.release 然后这个我们 拖到 拖到我们的这个符号里面 看它有没有 看它有没有加载 没有加载的 如果它是没有加载的话 我们就需要什么呢 需要手动的加载一下 这个动态链接库 在这里呢 它有个注入模块 我们去浏览一下 找一下这个路径 给它注入进去 看一下它的套出符号 好像注入没有成功 如果是注入没有成功的话 那么我们另外 给它写一个 控制台的程序 用来测试一下 用loadLibrary 来测试一下 用loadLibrary 刚才的那个动态链接孔 用loadLibrary 用来加载一下就行了 然后呢 不要让它退出了 好 然后我们编译生成一下 好 pc生成之后 那么我们 把 这一个loadLibrary 拖到我们的X64里面去查看一下就行 拖到我们的X64 好 这里边它夹在了对应的动态链接库的 我们看一下 好像它是加载失败了 从这里来看的话 这里边还是没有 我们打印调试信息看一下 看 刚才的加载是否失败了 那么它正常的 会返回一个非0的一个巨饼 也就是动态链接库模块的地址 那么这个这个时候它是加载成功的是吧 我们重新用X64 debug复加一下 叫loadLibrary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是系统模块下面的 我们可以看到 下边呢 这个就是我们伪造的 这个动态链接库 伪造的这个动态链接库 但是前边的这个 好像被卸载掉了 看一下这个在load 我们看一下它套出的这个符号 我们发现它是不对的 可是我们套出的格式出错了 那么我们来查询一下 百度查询一下 某块的一个套出 因为那个某块的套出 它有一定格式的 然后随便找一个 好 那么这里呢我们扫起来一个关键字 这个关键字加了之后 后边的函数 它才能够套出 我们在这里 把这个关键字给它加上 这个关键字 刚才我们是缺少这个关键字 所以说它对应的 对应的那个 它是没有生成的 没有正常的 我们重新结束掉 重新生成一下 然后 在X64的调试器里面 我们重新的 重新运行一下 让它跑起来 没意思 重新找到这个目录 先让它跑起来 再附加进去 然后我们再次附加进去看一下 点到这个符号 某块这里 关键过滤一下 这个是我们自己写的 那么从它的套出函数来看的话 这里它依然是不对的 它依然只有那个动态链接库 Derryman的那个套出 我们再来看一下是什么原因 操作的 应该是我们的这个模块 这里的书写方式不对 它这里好像是否有封号 重新 重新生成一下 然后这里我们重新的附加一下 然后这里呢 好 那么这次的话呢 你看我们加了这个分号之后 是吧 它一共套出了18个函数 但是呢 实际上我们自己加的这个的话 是无关紧要的 就多加进去的 但是呢 我们自己加的这个呢 它是序号的话是1 它改变了原有的序号 所以说我们一般呢 会在这里呢 把我们自己的这个呢 给它加上一个序号 是吧 把这个改成18 我们这个试一下 当然不改的话 应该也不会有问题 因为大开率的都是通过 函数的这个套出的名字去调用 通过这个序号来调用的开率呢 是极小的 是非常小的 好 重新加在之后 我们看一下 那么这个序号 它就是全部都是从18开始的 那么这样的话 序号也是不对的 那前边这里呢 我们需要给它开一个头 这里呢 我们从1开始 当然你可以全部都写 是吧 从1 从2 这样开始 也是可以的 当然我们为了省时间呢 我们一般写两个 它后边呢 会按住之前的那个序号呢 这样的话 1到17 18 这样的话 基本上这个序号 就原版的这个序号呢 你看 这是原版的这个序号 是吧 它只有17个函数 而我们自己尾图的这个呢 多了一个我们自己的mytext 它可以多一些函数出来 那么原来的这个函数 它基本上就对应起来了 从它的这个套出表来看的话 就 就对应起来了 好 那么我们试一下 这个 它对应起来之后 我们放到游戏目录下 看是否能够达到 达到一个劫持注入的一个 这个功能 同时呢 我们把之前的 这个关掉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加一个调试信息 就是 output 在这里我们 输入一个啊 劫持注入的测试 如果这个注入了 是吧 那么 证明呢 基本上 就成功了 我们把这个动态链接库呢 放到游戏的目录下 好 这是游戏所在的目录 当然之前呢已经有过 差不多的 绿色的一个测试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重新启动一下游戏 在启动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可以打开 调试信息 查看的工具 当然一个是用工具看啊 当然现在呢 我们这个错过了 查看调试信息的这个时机 但是呢 我们可以用调试器啊 附加进去看一下 我看一下 之前已经开了一个 这里好像没有开 我看一下吧 看一下任务管理器里面 我重新开一个 好 这里我们查看不到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 X64的挑试器工具 附加进去看一下 好 那么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Steamman32 也就是系统啊 WindowsSteamman32 下边的原版的 原字原位的 这个 这个函数 是吧 而上边这个呢 是我们围操的 这一个函数 上边这个是我们围操的函数 但是这个我们在点击它的时候 好像出来的 这个看不到 在这里的时候 点击了它看不到我们的套数函数 这个比较奇怪 我们重新点一下 好 在这里我们再看一下 它这个套数符号的话 好像比我们刚才这个符号有一些 不一样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地址不对啊 那么 我们要放到的 应该是这个 EXE所在的地址 好 那么应该是在这个地址里面 去放那个 刚才的那个动态连接库 我们 在生成的时候呢 可以 在这个生成的时候 我们直接 把这个 输出目录 改成我们游戏的 这个目录 重新生成一下 先退出了吧 先退出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生成到指定的目录下面去了 重新我们再进一下 看一下挑试信息 顺便 它这个游戏呢 每次进去的时候呢 比较麻烦 需要之前的 它不用去多开 需要之前的 这一个 进程呢 退出之后 才可以开新的这个进程 好 我们耐心的等待一下 那么这个调试信息的话 它已经输出 从这里就是我们自己写的这个调试信息 它已经输出了 那么注入上 它是成功了 应该啊 但是呢我们还是进去看一下 通过我们的调试器 重新附加进去看一下 好 这个呢是我们 它套出的这个符号 看起来它不对 这个不像是我们自己写的 这一点比较奇怪啊 不知道是否是这个游戏呢 它做了相应的这个手脚啊 什么的 另外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第三方的工具来 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路径 我们看能否直接 在支援管理系统中打开 打开之后 在这里是吧 那么我们实际上呢 它还有其他的工具 可以用来打开 在这里呢我们看一下 这个工具太多了 我们找一下 第一样 是 对 我们 到了 到 这个工具它也可以查看套出模块的 可以查看这个套出模块 我们直接用这个文件来打看一下 或者是先打开它然后拖进去 拖到它里面去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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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工具它打开的时候非常慢 没有我们的那个Xdebug 打开快 我们再等一下 如果等一分钟的时间它都打不开的话 今天我们就不用它做这个测试 这里我们也能够看到我们自己写的这个弹幕 写的时候 полезged 我们也能够看到自己写的这些 nogg 哪有什么光 这 això到了 我们先把相机が大量里面 这个程序应该是被卡住了 没有响应 我们就不用它做这个测试了 这个时候它又打开了 这个打开的特别的慢 它可能有很多地规的运算 我们用这个工具来查看的话 我们的这个套处它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从这个动态的分析的话 附加到游戏的这个现成 好像这里是出来一些问题的 我们转到这个动态链接库看一下 Pinbase还有一个同名的一个函数 那么这个动态链接库的话 它看不到 这个jumper的 这个应该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 你看它能够跳转过去的话 应该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而且这个时候游戏它也跑起来的 也能够稳定的运行 证明我们的劫持注入的话 应该是没有大的问题的 它也能够正常的跑 从我们的符号这里了 它也能够看到我们自己注入的这个模块 那么只是说 从这里的这个套出的这个函数来看的话 它有一些对不上 它多套出了很多这个符号 从后边 把这些给全全给套出 从这里的话 它看起来有一些乱 这个我们暂时不用管它 只要它跑起来 暂时没有问题了 我们就不用去管 这个套出的话 我猜测 有可能是这个调试器呢 因为是在本地 它可能是解析了 我们的这个PDB的这个符号 因为是在我们本地上 它调试 所以说存在这个问题 因为这些全局的变量的话 实际上我们是没有套出的 但是它通过一个 它能够读取我们本地的一个PDB的 一个那个符号库的一个解析 那么所以说多出了很多 对应的这个符号 本节课我们暂时就到这里 那么下一节课我们继续完成 这个劫持注入的框架 现在我们只完成了其中的一部分 是吧 只完成了伪造的这一步 后边我们还要写一个项目 因为之前我们发现的话 这个游戏好像是可以注入 MFC的这个窗口的 我们尝试一下 那么这个MFC的这个窗口 是否能够注入 好那么这里呢 我们还有一个 DMFC 这个我们在下一节课再来完善 再来写它 好的 我们休息五分钟的时间继续 我们下期了 我们下期五分钟的时间继续 我看来九分钟 这个我们下期五分钟 我们下期五分钟的时间继续 下期五分钟的时间继续